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飞飞老师的心肝年语三册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心肝年语三册的Lesson 37 第37课题目叫做By the name of the West Haven Express 来自开网或者威斯海温的特快列车 Express这个词我估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 这是来自于欧洲最早是法国先有的一种程序特快 最早呢他们的城铁和地铁近位分明 有的像城铁呢是在郊区啊来回开 而它的地铁呢是在室内 后来发现呢又出现了一些火车的火车站 而Express到法国你们都发现 只要是Express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动车组一样 它是非常的快 而且呢基本我们原来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你要做Express八个小时 居然就可以从德国的柏林做到法国的巴黎 就相当于在国内之间都能出国 所以呢这个Express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瘦 老百姓的欢迎 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文章呢又是一篇跟车站有关的 我觉得大家呢以前学了各种类型的题材 新概念三的好处就是 你们发现每篇文章的题材都不一样吗 有的时候是讲警察小偷的 有都是讲商店卖东西的 有都是讲船员船长的 那今天又讲车站的 那同学们我觉得这样好处就是你能学到念念俱到 每个方面我都能积累一些词 起码到国外我不会打出也不会紧张 所以我们一起来先来看文章的第一段 第一段这样说的 We have learned to expect the truth will be punctual 我们已经学会去期待 期待什么呢 一个比喻同俱 火车将会 这个形容词很简单 跟我一起读 punctual 再来一遍 punctual 一起来 punctual 再来一遍 punctual 它的意思叫做准时的 你还记得以前学的词组准时怎么说吗 很好 叫on time 这两个没有区别 don't be late we should be punctual for the appointment 或者we should be punctual for the date 我们要对约会要守时 我们要对各种各样的预约 you should be punctual for the interview 面试的时候要守时 means you should be on time for something 一定要准时而not don't you should not be late 不要玩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就出现难句子了 after years of conditioning 在经过多年的什么之后 大多数都已经培养了一种信念 对火车站的timetables 时刻表 condition咱们肯定学过 只不过大家脑海中 可能对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 不是特别的清晰 为什么呢 因为它has a lot of meanings 有很多的意思 有时候反对这个语境中成了一个意思 反对那个语境中又成了一个意思 所以为了帮助你去理清它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名词 大概我认为一共有三个基本意思 你能想到第一个意思 我也想到了 那自然就是condition叫状况 那么同学们 往往遇到词组 这个词组非常重要 希望你记住 叫be in 比如说good condition be in poor condition 叫做出一种好的状况 或者出一种很差的状况 excellent叫极好的 当然极坏的 你也可以取一个be in terrible condition 都是可以的 比如举个例子 什么意思呢 he is in excellent condition for a man of his age 对于像他这么大年纪的老头 男人不能说是老头 他怎么样出一种很好的状况 这里应该指的是身体状况 最近妈妈身体怎么样 我妈妈身体还挺不错 挺硬朗的 那就可以说 my mother i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当然 你的自行车怎么样 骑了三年了 上次骑我跟你说吧 骑着骑着咕噜自己跑了 当然 希望不要出人这么悲剧 那我就可以说 我的自行车状况太惨了 千万爱英文走 my bicycle is in poor condition 这房子真旧 你可以怎么表达 the house is in terrible in poor condition 多好的一个词处于良好的状况 处于不好的状况 随同学慢 第二个意思不用我说了 叫做条件 什么叫条件呢 你来应聘我的工作 或者你要想当班长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得天天按时交作业吧 当然这就是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s 那来看看这次应聘工作 什么条件呢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job 这个工作其中的条件之一 你要想accept the job 接受这工作 或如果我会给你这个工作的话 那么条件就是 you should be able to drive you can drive a car you can drive me to anywhere that I want to go 你应该能带着老板 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这叫condition 第二个意思叫条件 要说precondition 前提条件的竞争 那么同学们 那第三个意思注意啊 是在高中经常出现的 当你把condition加个s 这个词一出来就是复数 那表示一种错综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环境状况 比如举个例子 在现有的环境下 我们老说政治中 在现有的环境下 我们不能做这个 那就叫您的 现有的叫现存的 existing conditions 或者under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在现存的环境下 在现有的条件下 我们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 那你告诉我 这公司我上大学毕业以后 看这公司 虽然给的公司挺高 我可不去 老板长得不好看 或者地方连起空调都没有 那同学呢 我就可以说 这个工作环境 工作条件 整体的一个综合的很差 那工作环境怎么说呢 我们就叫working conditions 这是一个小常见的词 我希望你记住 叫working conditions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 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 那生活条件呢 很好 自然叫living conditions 所以condition有三个意思 分别是状况 身体状况 be in good condition be in poor condition 第二条件 第三就是一种 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 比如工作环境 working conditions 那今天要学的是 它的动词的用法 所以这个词 很难去理解 那么东西 我们知道conditions叫环境 而词组就出现了 我们叫be condition to something 这个词完全等于初衷 你就当词组 你不能去理解 叫做be used to something 你总应该知道什么叫be used to doing 叫习惯于适应于某事 同样也是由于阔国环境 b的你适应了这件事 我们叫be conditioned to something 或者be conditioned to do something 所以condition叫调整 适应习惯 都是这个意思 习惯于某事 比如举个例子 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It didn't take them long to become condition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到了一个新地方 他没花多久就be used to the environment 适应了新环境 同样我说在中国呀 到处的食品啊 都不是很安全 那没办法消费者 你来顺受 已经建议适应了一些劣质食品 低的质量的食品 我就可以说 customers或者consumers 消费者have been used to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poor quality food 是不是怎么来的 看看这句话 能不能明白 consumers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poor quality food 低质量的食品 那么这句话 condition当动词 就是习惯于适应的意思 但用的时候 往往用be conditioned to 基本上就想想be used to 那这句话 我们课计也明白了 在多年的适应之后 谁适应啊 肯定是足以 我们已经developed 足以叫培养了一个 shake叫 unshakeable 叫不可动摇的什么 对于时间标 这个词很简单 一起来 faith 它的意思叫信仰 有人说老师 信仰不叫believe吗 注意不一样 believe在强调相信 在国外 如果问你 我说你信什么 信上帝吗 不要说do you believe in God 没怎么说 老外经常会说 have you got a faith 就是固定的 你有一个信仰吗 或者do you have a faith 那么最早的faith 不是老百姓能用的 你要相信一个人 用believe 但是faith都是信上帝 那种信仰 但现在 也可以老百姓用了 但是用的时候 我觉得的信仰 要比believe 要深得多 所以此组就出现 相信某人 信任某人 叫have faith in somebody 或者something 如果用在老百姓中 就是真正比believe 还要深信 举个例子 对吧 我说呀 网上看了一个药 我的天 说这个药治百病 但我说 我怎么说呢 我对这种药 没有多大信心 那怎么说呢 就是 I don't have faith in this kind of medicine 就是极其不信任的感觉 用宗教学 神学生的词了 I don't have much faith in this medicine 那么叫做 对什么什么有信心 或者就是相信某物 深信某物 对吧 我深深的相信 我妈妈所说的 那怎么说呀 I have faith in what my mother says 是不是怎么来的 那同学们 那反过来 不信怎么说呢 那也可以造个词组 也叫记住 叫失去对谁的信任 失去肯定叫 lose faith in吧 所以就第二个词组 就是它的反义词了 我们叫lose faith in somebody 或者lose faith in something 比如举个例子 我对我的朋友 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每次跟他说事 他都不当回事 太不靠谱 没溜的人了 那怎么说呢 I have lost faith in my friend 或者I lose faith in my friend 都是可以的 所以记住两个词组 have faith in 对什么彻底相信 而lose faith in 对什么基本绝望了 这个faith 要比belief 要深得多 因为最早 是对上帝的相信 faith的第一个意思 叫信仰 第二个意思 老板信用了 就是相信了 那么文章中 说的是 人们已经培养了一个 不可动摇的信任 对铁路时间表 就是什么 believe in the timetable 是very much 是非常相信 很好 那么于是乎 接下来 为什么信任铁路的时间表呢 因为船经常 因为风暴 而飞机可能被取消 因为随时的坏天机被取消 而火车估计 就算下雨咱也能开 也不会遇到风暴 因为它在陆地上 所以他们 have faith in the railway timetables 这个you understand 好 我们来接下来看 但是转折 On an exceptionally heavy snow Snowfall might temporarily dislocate railway services 只有一个大学 可能会临时的怎么样 撇路服务 第一个小副词 其实倒不重要 但是它的名词很重要 你没发现这个词的词根 很像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吗 对 就是这个词 什么叫except呀 除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来学一学 except的名词 我们一起读 exception 加I-O-N就可以了 再来一遍 exception 它叫做 那个叫除了 那个叫除外 例外 这一点要知道 比如说我们家门口的仓库都吃遍了 这个质量差 那个卫生宝 那个脏 但是这个仓库我经常去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餐馆是个例外 为什么 我奶奶开的 举个例子 那我就可以这样说 This restaurant is an exception 这个餐馆除外 或者这个餐馆是个例外 能明白这意思吧 我觉得我们班的女同学 又缠又蓝 但是我们班的班长除外 对吧 人家可是个勤劳勇敢的女孩 所以呢就可以说 Our monitor is an exception 老说中国的很多建筑 没什么技不漂亮 又建得也很丑了 但我觉得 哎 鸟巢是个例外 那你就可以说 The bird's nest is an exception 那你来造一个剧歌 哎 不用造剧 那同学们 于是词俗就出现了 猜猜什么叫 Without exception 之一没有例外 中文叫无一例外 哎 无一例外 这个是中文的成语了 没有例外 比如看看什么意思 每一个植物都包含一些盐分 没有例外 无一例外 就是所有的 一个例外都没有 这个咱们中国都说 比如说我们班所有学生 今天虽然大学 但是无一例外都到了 怎么说呢 Every one of every student of in our class 或者of our class arrive at school without exception 没有一个例外 无一例外 多好的词读啊 那我们再来谈到第二个词读 看看什么意思啊 I enjoyed all his novels 我喜欢他所有的小说 With the exception of 什么最后一个 很好注意 叫除了他最后一本小说 别的小说我都喜欢 那以前的除了什么叫 except呀 今天我们学了名词用法 词读叫with exception of 完全等于except 用上面就写了文雅的多 书名也经常用 口语咱们就用下面了 除了既可以用这次except 也可以用他的名词叫做 with exception of 他们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举个例子 We all laugh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aggie 什么意思 我们都笑了except Maggie 除了Maggie之外 都笑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咱找个句子 说的还是都来了 除了Tom Everybody或者 all the children arriv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om 能明白这意思了吧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exception的例外的意思 还要记得两个词组 无一例外叫做without exception 而除了叫做with exception of 多读一读也就记住了 那于是今天我们来看 这个副词不太 也挺常用 但是今天呢不是重点 我们在exception后面加al 变成了形容词加了ry 一起来exceptionally 一起来exceptionally 它的意思叫格外的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都 这些饭菜都很平常 这个东西很例外 格外的 例外的好 所以中文叫格外的 特别的 加个形容词 相当于very extreme way 比如这个巴雷舞学校 提供一些免费的场地给孩子们 哪些孩子呢 who are talented 有才的孩子 还不是一般的有才 是格外的有才 都成了特例exception了 我们叫who are exceptionally talented 再跟我读一下 exceptionally 那你来说 你说别的节目电视没接 刘老师对 非常勿扰这个证换节目 格外感兴趣 那以前说我感兴趣怎么说呀 I am interested in this program 那现在我格外感兴趣呢 加个形容词呗 I am exceptionally interested in this program 所以exceptionally 后面一般都要加个形容词 表示格外 我喜欢Tom I like Tom 我作为老师 格外喜欢Tom I exceptionally like Tom 或者I like Tom exceptionally 那当然这句话怎么办呀 比如说大家的眼睛都很大 我赵薇的眼睛太瞎了 跟灯笼似的 赵薇的眼睛格外的大 那就是 her eyes are exceptionally big 或者huge enormous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句话 是不是都懂了呢 只有一个格外大的雪 特别大的雪 还不是一般的大雪 才可能会阻碍铁龙的服务 所以还火车是个表 我们每个人都have faith in the timetable 那么同学们 首先这个词 零石头 你先讲过了 不用说了 这个词大家好像见过 locate吧 locate叫定位 而location叫位置 那第一次我可以猜一猜 这个位置 this离开了 disappear了 那什么意思呢 估计能猜个八九独离十 所以在第一例子就出现了 使错位 一般就是骨头 使骨头错位 比如看举重一下 那就坏了 肩膀脱臼了 那怎么说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当我打篮球的时候 我是我的肩膀错位了 肩膀怎么说呀 shoulder 很好呢 就出来了 I dislocated my shoulder while playing basketball 哎呀 坏了 扭着我手腕了 手腕会说吗 很好 叫wrist 所以可以说 I dislocated my wrist 或者 my wrist was dislocated 被错位了 所以同学们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吧 那么当然 第二个意思就是本课的了 它往往是 使一个计划 错了位 我们中文叫干扰 扰乱什么东西 等于disturb 中意dislocate 本来这个计划 应该如期进行 突然因为你的出现 或者暴风雨的出现 它错了位 在不在了尿的位置 就跟骨头脱臼了一样 我们叫干扰 扰乱 比如这句话 怎么发音呢 flies have been dislocated by the fog 因为说航班被干扰了 被扰乱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fog 大雾 没问题吧 好 咱们造一个句子 因为大风 通讯被干扰了 手机通讯 通讯叫communications 一般加个s 否则不加s 就是交流了 那怎么说 因为大风 because of the heavy 或者strong wind 动号 communications were 或者are dislocated 什么这么来的呢 because of the strong wind communications were dislocated 被拖了截了 被干扰 扰乱 我们的计划 由于它的缺席 被完全扰乱了 our plan was dislocated 对吧 所以同学们 这个词还是挺常用的 于是这句话 我们就知道了 只有特别严重的降血 才可能去扰乱 干扰它的铁路服务 是不是这么 是铁路服务 错位 不在原有的location位置 好 It is all too easy to plan the railway 太容易去责备 谴责铁路的当局 官方这个建国办 authority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当些事情 确实 注意这里的go 可不是走啊 当go加熊词的时候 go就成了系动词 它表示become 变成 但跟become不一样 注意go变成 都是往坏了变 比如牛奶变坏了 the milk goes bad 它变老了 he goes old 天气变冷了 goes very cold 都是这么来的 很少说什么东西变好了 go good 没有这么说的 变漂亮了 go beautiful 那就become very beautiful become变好变坏都行 但go你看 something goes wrong 某些事情变出错了 become wrong 出错了 对吧 blame这个词 就是轻微的责怪 责备 说太容易去责怪 他们的当局 当事情出错了 the truth is 是是是 when mistakes occur 还接生就要 occur吗 完全等于happen 叫发生 没有区别 比较文雅 when mistakes happen 当问题错误发生的时候 the more likely to be ours and than theirs 那么同学们 这两句 首先刚才咱们翻译有点问题 to do要翻译出来 叫太怎么样而不能 太容易而不能责备官方 对吧 当事情出错 事实是当事情真出错呢 哎 怎么样呢 更可能啊 they就是这些错误吧 这些错误更可能是我们犯的错 而不是铁路官方的错 因为他们 我们太深信 have faith in the railway timetable 他们很少服务会出现问题 所以大家往往都是我们自己迟到了 不是我到那火车站 很平平运了 所以同学们 第一段 我估计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作为新感念三的特点了 讲一个道理以后 我们就来引一个小故事 这回引着一个作者 亲自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什么呢 第一句上场 after consulting my railway timetable 首先第一个动词大家要记 这个词是高二上学期的动词 各位其中 consult 再来一遍 consult 它的第一个意思叫做咨询 或者叫询问 那询问某人就是consult somebody 比如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老师 you can consult your teacher 询问医生 consult the doctor 那你肯定要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初中学的ask 那你说ask和consult有什么区别啊 consult the teacher ask the teacher 注意区别大了 我问问你 你觉得你能询问你弟弟吗 弟弟我询问你一下 你把我PSP藏哪了 所以很少这样说这么没留的话 你往我都询问老师 询问家人的长辈 询问个陌生人 那你能告诉我 问ask和询问consult有什么区别吗 很好 估计想明白了 记住consult都是下级 本上级使用的 我们叫consult you can consult your teacher when you come across when you meet some problems when you have problems encounter problems you can consult your doctor you can also consult your for example your teacher your professor 这些基本都是许问 位置比较好 also you can also consult a stranger 陌生人 要礼貌一点 但ask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当然第二个意思就出来了 如果教室里找不到老师 我还有问题怎么办呢 if you have questions but I can't find my teacher anywhere in the classroom then you can consult your dictionary 直译询问字典区 咱们就别叫询问了 中文叫做查字典 老外人们也叫询问 所以consult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加所有的工具书 一个人在北京的街头 you get lost 你迷路了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好意思consult the stranger 不好意思咨询陌生人 得了唯一的办法 the only solution is that I have to consult the map 查地图 有什么事别问我 你查手机去 consult your mobile phone consult the dictionary consult your reference book 当然别忘了你查着这个 还查着电话簿 consult the directory 所以同学们注意 这个词还是挺持用的 可以加任何的工具书 这里好像就不是询问 要发现询问不太好了 我就还是在查阅了我的时刻表之后 那么同学们注意了 请问是谁查阅呢 当然你这里肯定好理解 但注意省略的情况下 肯定是跟本剧的主意一致了 所以这咱们上级个说了 是after原句 i consulted my railway timetable 都号 i noted 注意note当动词 别害怕 完全等于notice 没有区别 老外经常会使用 这两个词没有区别 那什么叫notice啊 很好 叫注意 那note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很满意的注意啊 There was an express 确实有一个特快 去哪呢 West heaven 很好 接下来 It went direct from my local station 从我这儿静止就能到 直达 direct 很好 And the journey last mean hour 只有一个小时 17 minutes 一小时17分钟 那就是很短 所以叫express特快 于是接下来 When I boarded the train 注意 中间总是上场 这叫上货车 那大家想 以前上货车 是不是你get on啊 下车叫get off 跟上汽车一样 不过那是词组 太口语了 今天来个文雅的 为什么这个词叫上货车呢 注意 因为board当年词 你肯定学过 什么意思啊 bar 比如黑板就叫blackboard 那这个是一个白板 it's a whiteboard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同学们 当名词是板 当动词就是登船 登机 登火车的登上 都是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早的交通工具 人类应该是先没有火车 也先没有飞机 最早的交通工具 你要出国的话 估计都是坐船 坐船都要登什么呢 登一个board 登什么 一个板 我们叫登甲板 最早说说说 上船上船 登甲板登甲板 最早都是board the ship 就是指的是登上船的 甲板 我们简称上船 后来火车发明了 飞机发明了 甚至公交车发明了 都可以用了 就是这么结果来的 比如上火车就叫board the train 虽然火车没甲板 登机就叫board the plane 那上公交车 board the bus 完全等于get on the bus 你后坐飞机的时候 小心一下 给你张卡上 肯定写好英文 它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叫做this is the boarding card 什么意思啊 登机牌 没问题吧 跟那个板没有关系 所以它叫登甲板 所以记住 它等于get on 好 那么同学们继续 当我登上火车的时候 我 can't have doing 不说了 忍不住做某事 咱们上次学了一个 I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do something 还记着吧 我无法抵制诱惑 做某事 两个都差不多 我忍不住去注意什么呢 很多的当地人 也上了 我是去West海温 West海温 当地人也上了 很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趟车那么火 于是 at the time 在那时 this did not streat me as out 于是这句话 估计很难读懂 因为它是一个英文 非常的剧情 我们out的学过了 在应该是我记着 没有错 是在一到二十克 有一克是吸气拐灯泡 那个去博物馆参观 说这个东西很out 很奇怪 跟pictualia 我们还做了一个变析 它的意思叫 诡异的 奇怪的 是有很消极的感觉 这种奇怪就是 有这个图画 我怎么看的 我真奇怪 有真是一个怪人 这叫out 可不是老out的 那strike这个词 好像我们新概念 敲钟那一刻 也学过来了 好像叫鸡打 什么叫打我 奇怪的 给我打成 这个好像不通 所以同学们 我们一点点来琢磨这个词 先来看一看 什么叫strike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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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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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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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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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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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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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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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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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